阅读经典名著 启迪人生智慧 欢迎来到经典名著导读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作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 《三体》是中国作家刘慈欣创作的一部长篇科幻小说系列 由三部分组成 分别是《三体》、《三体2》、《黑暗森林》以及《三体3》、《死神永生》 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小说于2006年5月开始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 第二部于2008年5月首次出版 而第三部则于2010年11月文史 故事讲述了《地球人类文明》与《三体文明》之间的信息交流、生死搏杀 以及这两个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 小说的叙事风格在思考后人类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建立了科学与文学之间的互动范式 它引入了道德内涵 将道德问题融入科技探讨中 并以文学手法对科技进行大胆的设想和重构 然而科技在小说中仅仅是一个叙事的媒介 用来超越现实 同时也是人类共同命运的书写工具 《三体》的吸引之处在于 它通过解构人类中心主义 引发对人类与自然、动物之间伦理道德的反思 并通过文学表达 最终探讨了去人类中心化的思想内核 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小说经过刘宇坤的翻译后 获得了第73届余果奖的最佳长篇小说奖 而第三部的英文版也荣获了2017年轨迹奖的最佳长篇科幻小说奖 此外 该系列于2019年被列入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三体第一部的情节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天文学家叶文杰经历了困苦 最终被引入军方秘密项目红暗工程 叶文杰使用太阳作为天线 向宇宙发出地球文明的第一次尝试联系外星文明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与此同时 距离地球四光年之外 存在着一个被称为三体文明的外星文明 它们在百余次的毁灭与重生中挣扎求存 最终被迫逃离母星 正当它们陷入困境之际 它们收到了地球的信息 感到人性绝望的叶文杰 向三体人揭示了地球的坐标 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地球上的基础科学领域开始出现异常的干扰 纳米科学家汪鸟进入了神秘的网络游戏三体 逐渐接近这个世界的真相 在一次玩家聚会中 他接触到了地球上的秘密组织 这个组织是为了应对三体人的到来而成立的 称为ETO地球防卫组织 地球防卫组织的中国区作战中心 通过古征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拯救派和降临派 扰乱人类科学界和其他领域思想的图谋 然后地球上的人们得知 三体文明正计划入侵地球 他们运用超级技术来干扰地球上的基础科学 然后庞大的三体舰队开始向地球进发 人类的末日逐渐逼近 这第一部小说奠定了整个三体系列的基础情节 充满了紧张的科幻元素和思想深度 三体二 黑暗森林的情节 在前一部小说中 三体文明使用高级科技 所死了地球上的基础科学 然后派遣了巨大的宇宙舰队前来太阳系 对地球文明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地球人面临着存亡危机 因此他们组建了一支巨大的太空舰队 同时行星防御理事会PDC运用了三体人思维的致命缺陷 制定了面壁计划 这个计划选出了四名面壁者 其中之一是社会学教授罗吉 他想展开对三体人的秘密反击 罗吉和其他面壁者开始与地球的联络断开 以便不被三体人察觉 然而三体人依靠地球上的背叛者 挑选出的破壁人和面壁者展开智慧博弈 这使得整个局势更加复杂和危险 在这场文明生存的竞争中 罗吉从最初的逃避和享乐主义 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他最终想出了一种对抗三体文明入侵的办法 与此同时 科研军官张北海试图通过陨石语 来干扰飞船推进技术的研究方向 近两百年后 他成功夺取一艘战舰 然后证实了宇宙文明之间的黑暗森林法则 及任何暴露自己位置的文明 都会被立即消灭 罗吉利用这一发现 以向全宇宙公布三体世界的位置坐标作为威胁 暂时制止了三体对太阳系的入侵 从而建立了地球与三体之间脆弱的战略平衡 这个发现对整个故事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体三死神永生 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小说 小说中身患绝症的云天明 购买了一颗星星 并送给了他一直暗恋的大学同学成心 然而成心参与了PiA星际信息组织的工作 致力于将探测器发射到三体舰队那里 他坚决反对云天明的安乐死决定 希望他作为执行人参与阶梯计划 将他的大脑捐献给科学 这使得两人陷入了道德和伦理的冲突 地球文明因与三体文明的战争 而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的黑暗真相 由于黑暗森林打击的威胁 地球文明不敢在太空中暴露自己 而宇宙中充满了道德混乱和危险 成心被选为地球命运的执舰人 尽管最初他并不称职 并表现出懦弱 他将这个任务视为一项只需耗费时间的任务 然而他的错误判断导致了地球受到了水滴的袭击 在一场紧急情况下 成心的船蓝色空间号 被万有引力号和两艘水滴船追赶 但幸存者成功进入了四维空间 摧毁了水滴并占领了万有引力号 他们启动了引力波广播 公布了三体星系的坐标 随着宇宙中更高级的文明的介入 地球文明最终无法逃脱被毁灭的命运 地章名为二项博的卡片 使整个太阳系被压缩为二维平面并毁灭 在地球文明接近灭亡之际 只有成心和IAA两个幸存者 搭乘光速飞船离开 罗吉成为地球文明博物馆的守木人 而成心和IAA带走了地球文明的精华 成心在云天明送给他的恒星上 遇到了观一帆 两人一起探讨了宇宙降维的真相 最终他们面对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 宇宙降为零 然后成心和观一帆重新进入大宇宙 开始新的生活 作者刘慈欣的创作历程和三体三部曲的发展经过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1999年开始 他在科幻世界杂志上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 然后在2006年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 山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他接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 希望他能把这个故事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于是刘慈欣决定不再写中短篇小说 而是投身于长篇小说的创作 最初他打算把一个关于有三颗无规则运行恒星的恒星系的构思 写成一个短篇小说 但后来意识到这个构思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他将这个构思与中国轨道中描写人们不顾一切的探索太空的历史相结合 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文革时期 描述了一些人物与外星力量的接触 以及华约和北约的冷战 在一位出版人的建议下 刘慈欣对原来的构思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将其改为一部长篇的三部曲系列 叙述从20世纪60年代到500年后人类的一段特殊历程 刘慈欣是一名全职工程师 20世纪80年代的一句流星语 城市就是森林 每一个男人都是猎手 每一个女人都是陷阱 原本刘慈欣计划用四五个月完成这部小说 但由于单位工作时间不稳定 最终写了九个月 最终随着第三部死神永生的出版 该系列从地球往事三部曲更名为三体三部曲 并成为一部备受欢迎和独具特色的科幻作品 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展示了 他独特的创作能力和冷酷的笔性思维 他不断摧毁病重素星球 让人类陷入绝望和挣扎中寻找一丝希望 刘慈欣的作品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温馨梦幻 让常识和逻辑在小说中失效或扭曲 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冷酷吸引力 他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触及了人类最深层的秘密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描绘了人类终结时刻的场景 这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力量和美感 传达出深刻的人类悲剧感 在三体游戏中 牛慈欣的硬科学背景得以充分展示 他为三体星系构建了完全真实可信的物理特性 和演化规律 他通过虚拟现实的方式 借用地球文明的外衣 讲述了一个充满奇幻的世界 描绘了三体文明的传奇历史 在这个世界中 刘慈欣让三体世界 地球和其他更高级别的文明之间 发生激烈的碰撞 充满了现实的针对性和超越 这使得他的作品 不仅是对地球文明自身的反思 也是对宇宙层面的超越性思考 刘慈欣的作品将科学和人文相结合 通过科学的视角 审视人文问题 同时用人文的方式诠释科学 这使他的作品 不仅仅是纯粹的科幻小说 还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考 在三体中 刘慈欣探讨了伦理和道德问题 面对空前的危机和灾难 他提出了各种可能被认为 残酷的解决方案 但这些都是基于极端冷静的科学思考 他挑战了传统的道德观念 同时坚信 人性的终极信念将得到理解 三体还涉及了信仰的问题 他探讨了信仰在科学高度发达的时代 以及宇宙的广阔背景下 可能采取的形式 以及科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他的作品 引发了读者对人类精神需求 和信仰的深刻思考 展示了他在科幻文学领域的独特贡献 刘思心以独特的方式探索了人类文明和宇宙的关系 将科学 哲学和文学融为一体 让读者深思不已 刘思心通过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 展示了两个层面的道德 灵道德的宇宙自身 和有道德的人类文明 他将人类置于极端的生存环境中 让他们不断面对生死抉择 这反映了人类历史中常常出现的道德困境 刘思心通过小说中的情节 展示了人类如何凭借理想和理性努力生存 但最终也面临着无法逃脱的命运 他的作品充满了宏大的视野和丰富的技术细节 同时也融入了人文关怀 刘思心将英雄推向极端场景 让他们面对宇宙的终极困境 揭示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微小和渺小 他的作品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表达了一种超越自我和克服困难的道路 以及人类自身作为救世主的可能性 阅读三体系列不仅体验到传统科幻风格 还感受到与读商业通俗小说时相似的快感 刘思心的作品充满了惊人的想象力 以及深刻的思考和哲学内容 这个系列的可读性主要源于 作者超越常人的想象力 对多种科学知识的了解 以及合乎科幻逻辑的外推幻想 在整个系列中 刘思心贯穿了哲学思考 可以用宇宙伦理学来形容 更胜于宇宙社会学 他的思考不仅局限于地球 还拓展到整个宇宙 并用地球人可以理解的伦理 来论证其理论基础 从而赋予作品真正的宇宙视野 然而在小说中存在一种内在的矛盾 即关于科学技术手段的价值评价 与带有人文意味的宇宙伦理前提之间的冲突 刘思心设定了一个残酷的宇宙规则 其中生存是文明的首要需求 这带有哲学意味 但与此同时 它还将地球上有限资源的环保理念 扩展到整个宇宙 将文明的增长 与对物质资源的消耗联系在一起 这种冲突可能反映了科技与伦理 资源利用与环保 在人类社会中的复杂关系 刘思心的描写方式 展现了技术主义的特点 他不仅仅引导读者 进入一个奇妙的宇宙 还深入解释其中的细节 以深刻的理性和科学知识构建情节 这种层层递进的描写方式 产生了强大的叙事力量 使读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 宇宙的尺度和复杂性 他的文字在无形和无限中进行探索 试图将所有事物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几乎用尽一切手段 来展示宇宙的广袤 刘思心以极其精细的方式编织情节 将宏大的宇宙图像 与复杂的细节相结合 他的作品既壮观 又精细入微 宏大而辉煌 同时又有着令人难以理解的逻辑和细节 他的科学幻想 建立在复杂 精密和真实的细节之上 使宇宙的大尺度和基本粒子尺度相互映衬 前者令人惊叹 正如后者令人目眩 刘思心的小说 以激进的科学推理为基础 即使在像三体这样的长篇作品中 也依赖于宇宙规律的解释和更改 来支持情节的发展 他的作品将科学和幻想相融合 创造了一个同时宏大和精细入微的宇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